是直播六年,经历了直播行业从毫不起眼到辉煌鼎盛的历史变迁。 他每天坚持直播,只为将开心通过荧幕传达给喜爱他的每位粉丝。 他起于微末,却通过2019个日益的坚持,成为直播圈子的教求者。 如今,他的直播方式也在网红潮流中独立的一章,无可代替。 他是东北网红的代表人物,也是电影人,MC,歌手。 头顶多层光环的他,却从没有忘记过最初的理想。 一路走来,最让他感激的是丽家军的陪伴,一起笑,一起哭,一路同行的兄弟们。 六年来,小有成就的他不敢松懈,因为他承载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梦。 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带着五帝家人走得更远,更高。 痛定快乐者,只要自己的实播让每一位丽家军开心,这就是对他最大的欣慰。 他就是网红教父,MC,丽哥。 他用坚持和行动证明了自己,更是在告诉世人,形容不可怕。 如果肯努力,愿意比别人吃更多的苦,承受更多的汗与泪,终究会取得成功。 辛苦,但不抱怨,直播风趣幽默,但不低俗,与丽家军互动和谐,这就是丽哥直播的独有特色。 六年的直播经历,丽哥凭借自己的才艺,得过很多奖项。 有最佳金牌艺人奖,最佳男偶奖,从不动表演到第一届网络电影金峰奖,最佳男演员奖。 他一次次地蜕变着自己的人生。 有人问过丽哥,是什么让你六年如一日地坚持着? 他想了想回答说,为什么坚持? 想一想当初,六年时光,有过感动,有过气馁, 别人见证了他的成功,他的辉煌,却从没有人了解过他心酸的过往。 或许,只有陪伴他的五弟家人以及丽家军才会知道, 丽哥每一次的蜕变都承受了太多太多的痛苦与挣扎。 丽哥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小人物就要做很多很多努力, 才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成功。 虽然他只是一个小人物,但只要比别人更努力,赋予工作生命, 就一定会成功。 痛苦已经远去,幸福就在未来。 今天是我们丽哥生日,但同时也是他涉足直播六年的心酸与辉煌之计。 每一位丽家军都是这一切的见证人。 让我们今天陪丽哥过一个欢乐的生日庆典。 请不 ChevX Vinny